另外金融帐连续19季度 是净流出的 资金外逃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大家国人是一个很丰富的视野 前进其他的地区 待会好好做个研究 另外盘市在拉回的时候 有些族群有些个股凭什么抗跌 我们待会告诉你 透过镜面 其实今天亚洲市场一开盘就抬股 应该是独弱 最弱 当我们把韩国股市也带下来了 那透过今年来看开盘之后 呈现了走低之后维持在低档 中场本来很想拉抬 但似乎无力而返 跌了106点 收在9578点 成交量的部分960亿 那索性呢 网通族群像企机啦 还有400块的联发科啦 还有华雅科啦 有稍微稳住正脚喔 那其他的我们看到了包括 还有部分二线塑化倒是有所表现 那许多市场大家也看到 杂音一堆 所以大家真的是难以消化 我们赶紧来欢迎是我们的传讯网 连启文 连大哥你好 明杰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消息很多 对啊 不过我们等一下慢慢跟各位解释 大家不用那么担心 很怕烧煤烧炭好不好 好 另外呢 我们赶紧来欢迎我们市场的天后 阮慧瓷分析师你好 明杰晚安 大家晚安 OK 好 谢谢在总经方面过去带研究团队 知道国际之间的一些新变化 对 尤其最近震荡也比较大 那包括台湾这边来说的话呢 今天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那大家很关心的金融账等等 这些呢 属于总经方面的一些部分 应该怎么解读 OK 那大巨蛋 这个蛋怎么敷 不是你跟我 而且它牵扯的面不是只是远熊 这样放大出去 还有金融也扯到一起 那还有另外呢 云林人家本来就有地方自治的一些条例 哎呀 说不能燃煤啦 那这个问题也很大啦 全台会不会缺电啦等等 那种边际效应也不是你我可以了解的 不过对台股的影响 当然是指这件事情啦 不过外资卖也是事实 我们透过新闻来告诉你 民官官都绝对输了啦 一大早浩子里 股民就在讨论远熊大巨蛋 遭到勒令停工相关讯息 远熊骨架重挫停工效应 也在周四台股发酵 连带按拖累金融股走势 这使台股一开盘便跳空开低 重挫百点 盘中最低一度来到9536点 除了是过去一个月来新低 更一举跌破五日线和十日线 而9654点左右的季线也宣告失守 生意人只管赚钱 那什么不大管啊 连带的一个事件 那这边来讲也对整个的一个投资情况 包括像BOT的一个情形 会不会因为政府的一个立场不同 而有一些所谓的压力存在 这也是影响到今天整个盘面上的一个影响 台股中厂下跌106点 收在9578点 成交量963亿元 外资卖超121亿元 期货空单增加1637口 未平仓空单超过1.8万口 台股在520后持续弱势 这也意味4月中旬9500点之上 累积的万点行情涨幅几乎全部吐光 盘面上除了金融股外 云林县议会通过净烧深煤及石油胶自制条例 未来可能净烧深煤 严重冲击台速六清 经济部追议将成为重要关键 但也冲击台速四保股价 台速一度重挫近4% 台化南亚同步压回 但好在电子全职股台积电 跌幅不到1% 外资高盛看好联发科 股价底部移到5月营收将反弹 也带动联发科股价稳守红盘 我认为下档的一个支撑位置 应该9500点还是有蛮重要的一个支撑 虽然今天跌破到期限之下 可是我们发现到说 技术指标包括像日KD 并没有再跌破5月18号的一个低点 又毕竟9500点关卡 就看政策利空何时出现转环 外资空单何时缩手回补 台股才有机会止跌回升 记者李思锦 乔大龙 台北报道 好 回到前部当中 应该找文昌居士来研究一下 是不是太阴化剂 所以跟土地跟金融有关的 今天利空真的一点都不上 对 那原则上我们先看 今天盘中图形的部分 那清美股市今天一开盘 就收盘也没有跌怎么样 但台股一开盘的话 切是急速的一个沙盘 那我们可以发现 一开盘的时候 我们来看台数的一个股价一个部分 那我们看台数一开盘 盘中图形的一个部分的话 台数是这么大型的公司 怎么一开盘会开这么低呢 那我们看1326 比如说我们来看台化的部分 一开盘也开得比较低 好 那原来是刚才这个消息 就是禁止燃煤的一个所谓的发电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来看金融股的部分的话 2881的富邦金 比如说一开盘的话 是这样跌 那我们来看一下2882的国泰金 一开盘是这样跌 所以盘则上 因为金融股的一个下跌 因为一个所谓的数换股的一个下跌 所以今天跌了100点 那我们开始来做一个分析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来看1301的台数的一个部分 因为盘盘的话 大概可能禁止这个南美 来所谓的发电 我们看盘中图形的一个部分 那一开盘这样下跌 那会不会做一个序的一个动作 我们跟各位稍微报告一下 南美照我们国家的发电量的话 是46.9 那46.9的话 这个所谓云领是多少 六轻的话是5.3 所以其实影响不是那么大 现在重点是 第二个也要跟进台中 台中的火力发电产 大概是16.5个% 所以两个合起来就21.8 那这样就有影响了 那所以原则上 确实如果台中加进来的话 对全国的发电 这个南美发电就占46.9 他们两个合起来是21.8 那就有影响了 那现在重点来了 就是说所谓的人员管理是谁在管 是有人员管理法 人员的管理法是谁 主管机关 是经济部 所以经济部是主管 他可以去说凌驾于地方政府的一个上面 那因为警察也是属于 所谓内政部 这个警政署在管的 所以原则上的话 这个人员管理法的部分的话 原则上的话是经济部在管 这是法令的一个规定 那你可以地方有地方的一个自治条例 但毕竟这个法令是高于自治条例的一个部分 所以原则上就位阶是这样 那这个有没有可能解答一个方式 我用天然气来弄 但是因为南美 它是用烧美 对 那现在你要用天然气的话 你来配备就要开始改变了 你可能要这个所谓的拆机 再装机 再还品 再怎么样 整年的时间 就是说新的东西的话 你要十年的时间 但是你现在这个不能做 因为你要停下来才能够拆机 才能够改变 对不对 那你就马上就 瞬间就没有发电了 那原则上你两个地区的话 就21% 21.8%的话 马上停止 然后要改天然气 必须要花十年的时间来改装 环品各方面 那实际上的话 对国内的发电的话 绝对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第一个报告的话 就说这个东西是地方政府的一个动作 要一下子 马上就禁止的话 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主管机关的话 是在经济部 而且警察群的话 是在列政部的一个警政署 所以原则上的话 我想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耳后还会再瞧 但这个可能冲击的话 是一天两天 因为毕竟 这个不可能马上就几个失事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是主管机关的话 是在经济部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这影响可能一到两天的时间 好 那我们来看 2881 2882 比如说我们来看富邦金 一开盘 今天盘通图形 跌这么多 那现在重点来了 就是大据上这个问题 会有两个发展 第一个的话 借钱的话 年代是150亿 那现在拨管是90亿 90亿拨管下去的话 那即使不盖了 原来那个土地各方面 人拿回多少不小 但是90亿 你如果说假设 待账是5、60亿 好 那其实对银行 一年的货率那么多的话 其实影响不是那么大 现在重点的话 是这个可能影响是短线 因为那个会影响到 板南线 会影响到 邻近地区的一个稳定 因为那个大底 那个大底的话 比我们很近耶 那个大底的话 大底的话 你可以发现 比如说如果说 20几公尺 26 然后那个板南线的话是16 那你可以发现 这个东西如果你 板南线在这个位置 你还要去装两个大底 因为你要装9个 你两个大底弄完了之后 你整个才不会塌下来 不然会停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一个5级的地震的话 就垮下来的 这个太严重了 所以这个很快就会解决 不是说会拖很久 那会看一下的话 一两天就解决 所以原则上 这边是市民大道 这边是台铁在地下 这边就是板南线 对 所以原则上的话 所以那个很严重 那个大底要赶快再 去铺那两层 还要把它铺完 就稳定了 所以原则上我是觉得说 这东西会很快 马上就去做一个 解决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两个 对大盘的一个冲击的话 原则上 我个人认为是一天两天 那后续的问题 等一下还会有哪些问题 值得我们去讨论的话 等一下再跟各位报告 那听刚才这样讲的话 我相信你应该心里面 会比较宽心一点 因为这个管理机关 比例多少 可能会发生什么东西 我们都撒满推演 都已经 都已经模拟了 所以原则上 这个股票市场 是一个完全效率市场 所以这个反映的话 有时候一天两天 它就反映了 除非情况更恶化 那如果没有更恶化之前的话 原则上 那恶后就是要看什么 6月份的话 6月2号到6月6号左右的话 台北国际电脑展 带动了整个 所谓的气势的一个效果出来 那等一下再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好 物联网 好 谢谢 那我们也拜托 惠慈分析师来到镜面 我们今天其实是以这个 办案的心情 来看台股的一个情况 外资今天卖了百亿 我想这个金额高达121亿 投信 自营销就不用看了 那卖120亿跌100点 当初买100亿也没涨100点 4月28号有买百亿 对 因为当初买百亿的时候 大家就发现说 似乎外资大买的时候 那么有一些内资 它反向在做一些调节 所以这盘就变成是说 外资卖的时候 看起来指数跌得比较多 但是外资买的时候 大家又开始担心内资 那为什么担心内资呢 因为我们看到 到今天看到新的出来的数字 是说我们的金融账 反而是连续好几季的 一直往下 也就是说 19 19季 连续19季的时间 都是一个流出的状况 那累积到现在的金额 已经相当的高了 因为我们看 到现在为止 净流出的数字 已经到5.8兆人民币了 19季的话 一年4季 对 所以等于是4年多的时间 4年多 对 将近5年的时间 都是在流出的状况之下 如果 因为往前推 其实那时候 文工5克银弹也流很多 对 所以可以发现 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尤其是最新的 第一季的数字的话 还是呈现一个净流出的状况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问题到底要 怎么样的一个解决 还有后面 有没有可能 有一些改善的方案 然后再来的话 对股市来说 后面有什么效应呢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的话 第一季的数字 流出还是比流入来得大 第一季流出的数字 是142.2亿美金 这是流出的数字 那流入的数字 只有46亿美金 所以虽然说 外资资金持续是有流入 没错 但是问题是 内资的资金 似乎还在流出之中 那流出的原因 为什么呢 那这里面的话 其实还分两种 一种呢 除了流出到国外的 有一些去买海外的基金 做海外的投资之外 那还有另外一个 流出也很多的 是我们的保险公司 对 那保险公司 为什么流出呢 他做海外的一些投资 包括大家看到之前呢 国内在打房 那国内在打房呢 那么就看到有人呢 到国外去买房地产 而且一买呢 进了非常的大 就是百亿以上的房地产 所以你看这都是属于呢 我在台湾圈地也不行 在台湾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的话 限制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呢 大家就看到的话 往国外买 而且手笔一下手 都非常非常的大 还买地标 对 还买地标 因为呢 其实呢 它的报酬率 还是蛮高的 那以房地产来说的话 投报率 还是相当的高 所以这个情况的话 就发现呢 似乎人家也不怕高价 因为那个高价 其实价位也非常的高 那当然是 当地的指标没有错 但重点是呢 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到底有没有 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 还有我们希望呼吁一些什么呢 来我们先往下面来看看 第一个来讲的话呢 当然是打房 加上国内的股市课税 就是呢 股市里面万万税 那这个要税 那个要税 那就会导致什么 投资的意愿 确实是有受到一些影响 因为房地产呢 不能赚钱 那股票里面又要缴税 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当然跟别人比起来的话呢 相对来说就比较不利 好 所以我们来看的话呢 其实呢 就会变成高收益的商品 就开始变少了 那有些资金呢 会被迫往外面走 那所以的话 其实呢 我们还是回到一个重点 也是呢 常常跟大家一起 在呼吁的 那其实市场上面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市场 会吸引资金的 它其实只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呢 你越自由越好 越开放越好 对 税负越低越好 不要管最好 简单讲的话 就是说呢 管得越少 然后越开放 税负越低 成本越低 就是这种市场 它就是资金 会往这边去流入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越开放的东西呢 越能够让大家自由发挥 因为市场上面本来就是 投资本来就是怎样 有赚有赔 钱是聪明的 钱是聪明的 但是它要找不受限的地方 然后越有发挥空间的地方 所以越是自由的市场 越是开放的市场 还有呢 交易成本越低的市场 它自然就有资金进去 对 所以你看看呢 香港的房市高不高 它房价高不高 它一样是很高 但是问题是 它的资金还是很活跃 为什么 因为它自由 因为它开放 因为它的税负也低 所以的话 你从很多角度 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我觉得呢 这市场其实呢 我们还是要呼吁 就是说呢 其实真的是 干预越少越好 因为市场上面来说的话 当然的话呢 很多人在看说 我们的股市里面 其实是真的呢 有点不够活泼 为什么 因为你看看大陆的股市 如果涨成这样的话 那些应该全部都要抓去 将币 对不对 你看涨成那个样子 对不对 你看股票可以连续 三十几根涨顶板 大陆股市是真的股票 连续三十几根涨顶板 那应该要再去创币 经济数据很差 什么东西都没有 本一比可以到 一百多倍还在涨 对 可以这样子涨 但是问题是 如果我们再看一眼 今天尾盘还是给你甩尾 对 它还是一样往上 而且呢 持续在往上 一路这样往上面走 所以你看今天上证 是这样再往上走 有没有 今天又是收在最高点 那为什么呢 其实呢 虽然说呢 它的股市上面 它就是做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对于各股上面的限制 其实非常少 对 所以的话呢 它股票可以涨很多根 也没有人管 所以的话呢 市场上面本来就是 你的干预是越少越好 再来你的税负是越低越好 大的交易成本才会低 交易成本低的话呢 大家才会倾向于出手 所以的话其实呢 我认为政策有很多地方 可以去做的 那你要让大家 有很自由的一些东西 能够去发挥 资金自然就会进来 那管道是越多越好 就是说呢 你有更多不同的 投资的管道 这样是最好 然后程序越简单越好 这个市场来讲的话 资金就是往这里走 越是开放 越是自由 越是低税负的 它自然就会有资金流入 OK 所以我们今天是用办案的精神 其实我们今天是看看 别人在想想自己的时候 其实是真的是希望说 已经19季了 也不是今天 其实我们还是有方法 给解决啊 今天包括行政院 特别还召开了一个 因为今天也做了一些说明 那也特别提到说 因为代表国内的资金 是很自由的 国内资金是很自由的 可以出去 对 但是问题是呢 我们希望是别人 可以很自由的流入 所以的话 包括后面所讲到的 台港通 台户通 这些 我认为都是有正面的帮助 那再来对股票的限制的话 其实是越少越好 那市场越活泼越好 所以这些东西来讲 我认为应该要越开放 让资金带进来才是真正的 对 是怕 城市不问话 我看清楚 这不是我讲的 今天我很认真把这一则看 因为 钱走过必留痕迹 那 会有轨迹的 就问你什么时候出去 你为什么进来 对 然后你这个钱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你国外有这么多的钱回来 你是不是在国外赚了很多钱 那你国外赚的钱有没有缴税 所以这其实这个流程的话 我都会背了 因为其实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 所以这种流程的话 当然你会导致于 资金会有点怕 不太敢回来 那再来你回来以后 资金之间的移转 也是备受关注 比方说你这个户头 不能回到那个户头去 会可以 但是现金不能太多 一般的话就会担心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疑虑等等 但在国外的话 比方我们举香港的例子 它是根本没有赠余税 因为没有赠余税 所以随便你怎么回 也就是说你可能几百万 几千万移来移去 其实都没有人管 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大家就很勇于投资 而且有利于投资 所以还是回到那个重点 越开放对市场越好 所以我们的制作 马上把你刚刚涨到的新闻 就把它调出来 就是买下这个伦敦的地表 而且伦敦是英国 真的是最贵的地方 如果说我们要讲 这个房价的差弃的话 一定是为了投报率 对 一定是投报率 资金本来就很聪明的 就像我们说 可能大家会认为说 有些地方的资金 就是房价差异很大 但是英国伦敦 跟英国其他地方 房价也是差十万八千里 但是人家还是去买伦敦 而且是它高价 地标 对 虽然它高价 但是它有相对的投报率 还有刚刚来自包吻 最新的一个讯息 也就是韩国南韩 卫生官员今天证实有出现 三起新SARS的一个病例 那目前有正在隔离64人 我想过去台股也曾经对这样的讯息 那不知道应该会免疫吧 对 因为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所以这样的事情 相信后面都能够渐渐控制住 不过这也印证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之前讲的吃泡菜有用 这件事情似乎看起来不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之前韩国曾经很自豪地说 吃泡菜是很有用的 还不是一样 继续办案下去 林田伦大哥下个阶段回来接泡 台股今天在电子金融全职股 全面走弱之下持续下跌表现 中场大跌了106点 失手9600点的关卡 但是财政部长张顺和 对于台股的看法依旧是信心十足 强调股市涨涨跌跌很正常 不要只看一天 要看基本面 而520刚好下跌并不是魔咒 美国FED公布的 4月货币政策会议记录显示 虽然多数与会官员认为 美国的经济即将较稳健的反弹 但还是认为6月不是升息的成熟时机 汇丰中国制造业PMI指数 从4月48.9 小幅升到5月的49.1 但这个数据还是低于分界点50 此外国内订单数量 出口订单数量 就业人口以及库存数据等等 都是呈现疲弱的状态 台北市政府昨晚闪电勒令 大巨弹停工 市场优心危及154亿元银行连带 上午连带官股行库表示 并没有接货要开会通知 金融股今天激烈地回档 赵丰金为大巨弹的管理银行 股价重挫2.1% 富邦金国泰金大跌超过3% 金融股成为了盘面重灾区 龙达第二季背光模组 在终端库存修正 以及新技术产品出货放量 带动本季营运温和成长 公司表示背光模组 今年导入复金技术 预估本季将会放量出货 亦助今年营运 另外照明产品营收比重 渴望向40%卖机 近期多家外资 纷纷调升大力光目标价的同时 一家欧系外资 今天喊出市场最高的 4000元目标价 该外资分析 大力光是台湾少数 领先竞争对手 两年的电子厂 也因此拥有绝对的定价能力 预估后市持续看涨 欧系外资出具报告预估 联发科5月智慧型手机 今天出货 渴望月增达15% 第二季营收也渴望 落在激增3%的高标 今天联发科延续温和上涨格局 中厂占回了400元的关卡 连续4天K线收红 延调机构ICinsight 针对第一季 全球半导体销售的统计数据出炉 而其中台积电 持续蝉联第三名的宝座 联发科则同去年第12名 接近了第10名 为台湾争光 而前20名中的台厂 还包括联电的第20名 前阅 不要 估计 估计 到 天